大家好,今次分享一個泰式鳳梨炒飯 看看一些材料 較為特別的食材就是泰式臘腸,加上去炒再增添一個泰國的風味 提子乾和肉鬆我就不喜歡,所以被我飛走了 做炒飯,第一步當然是煮下米 今次做這個是二人份量,用到1米大約160g 首先將米洗乾淨 然後就糧米水,飯將會用來炒,所以在糧米水方面就要比平時少十分一 我就跟飯煲的指示少了十分一 這樣煮出來的飯就會乾爽些,就不用隔東西也能炒得起 接著就是主角鳳梨,鳳梨和菠蘿其實是同一個家族 外觀上最易分就是看它的葉邊,鳳梨的葉邊是比較滑些 沒有九雅邊,菠蘿的葉邊是會有刺的,好像九雅邊一樣 兩者的味道很相似,所以你無論買鳳梨也好,菠蘿也好 都可以做到這個炒飯 注意到鳳梨可以就這樣吃,菠蘿就要浸個鹽水才可以吃 第一步將它一開二先,它都因為幾大個的關係 所以我在中間入了一刀,然後就拖過去沒有葉那邊 然後在中間再入一刀,就拖回去另外有葉那邊,就可以輕易切開去兩邊 切開之後你會見到鳳梨是比較小洞的,即是少的釘位 菠蘿就會多些 我們做鳳梨炒飯,就要做鳳梨船 首先就拿半邊的鳳梨出來,在四邊也切一刀 就好像畫面一樣,令到鳳梨中間形成了一個四邊形 然後就在四邊形裡面再切頸子 我就建議每一刀都要切得比較深一點 但就小心不要刀穿過鳳梨外皮 戒得深一點,你稍後拿鳳梨肉就會比較容易 之後準備一隻尖頭的匙巾 然後選一個角落位,就入手刮第一顆出來 第一顆是比較難刮少少的 我的方法就是盡量向內刮 總之就拿著一隻匙巾,那匙巾的尖端就向著鳳梨的中心 剷下去,來刮肉出來 那你向著中心發力,那匙巾就比較容易刮出來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弄破鳳梨皮 當你刮完鳳梨肉之後,你會發現鳳梨的底下 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殘渣的肉 你拿一隻匙巾再刮一刮出來 刮到鳳梨底平滑為止 然後把鳳梨蓉放在杯裡,你喜歡混什麼來喝都可以 那我今次就很創生地混了一個忌廉,原來鳳梨忌廉也挺好喝的 完成之後你會得到一隻鳳梨船,鳳梨的肉和一杯鳳梨的飲品 另外一邊都照樣這樣做 鳳梨如果有些位置你覺得不漂亮,你就用刀去修飾去撕走 好像我這樣,有些啡色的就撕走 然後把剛才刮出來的鳳梨肉切成一個漂亮的四邊形,然後再切小顆 這次二人份量的鳳梨炒飯,只用到半個鳳梨肉就夠了 另外那半個就不要浪費了,就這樣吃了 再說一次,鳳梨可以就這樣吃,如果菠蘿就要浸鹽水才吃 然後處理青紅燈籠椒 這些椒呢,為什麼我會加進去呢,就是代替了那些紅蘿蔔粒和青豆粒 因為我不太喜歡吃那兩樣東西,所以我就選了那些燈籠椒來代替它 切一塊出來切粒就夠了 還有我會選燈籠椒就是因為它是不辣的,因為鳳梨炒飯也不適合有辣的味道 然後洋蔥就是切碎它,切小顆 洋蔥也是用半個就夠了 然後介紹一下這個食材,就是泰國的臘腸 它比起中國臘腸是軟身一點的,還有甜味重一點的 用來炒或者用來蒸都好吃的 我們這次只需要用半條而已,但也要拿一條出來就洗乾淨抹乾它 然後就可以把它切成小顆 你不喜歡泰國臘腸可以用回雞肉也可以,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泰國臘腸比起雞肉就更加香,而且更加方便 然後到蒜頭也是切碎它們 然後就用來蒜頭,鳳梨炒飯的蒜頭 就是有黃咖哩粉,黃薑粉,椰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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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完之後就放入冰箱,蠔油,魚露 其實還要加生抽,但我在這個時候就不加了,我留在炒飯的時候,蘸到鍋邊裡 這個是中式炒飯的一個秘訣,蘸些生抽下去炒飯會令炒飯特別香 我將一個中式的技巧就融入了這個泰式的炒飯裡面 所以現在就不加生抽了,遲些炒飯才加 另外我用了急凍鳳梨蝦,買回來已經去了腸去了殼 解凍洗乾淨抹乾之後,加少許鹽給底味拌均勻就可以了 再之後就打兩隻蛋,然後就發均勻它們 做了這麼多準備功夫之後,飯就煮好了 大家看看它還沒炒鬆之前都看到是粒粒分明比較乾身 我們都要炒鬆它,好炒一點 炒鬆完之後就放置它5分鐘,讓它的水氣走得更加多,更加容易炒 水分控制得好,令飯乾身就不用用隔夜飯也炒到 今次用黑類煮條鍋炒飯,先下油再開小火 今次用到這隻米糠油,它的好處是抗氧化,護心狀那些就不多說了 我講講它的味道 它是有一種獨特的香味,我會形容為好像甜甜的味道 其實挺有趣的,挺香的 我先倒多了,倒一點出來 鍋熱的地已經可以下泰國臘腸去炒 記住不要開大火,因為它是比較甜的,很容易焦 用小火煎炒2-3分鐘就可以了 炒好再拿起泰國臘腸 然後轉中火燒熱的油,油夠熱就可以下蛋了 炒蛋逐層來,底層一凝固就撥到上面 你重覆幾次,碟了幾層之後很快就熟了 然後再弄碎它,就可以拿上碟備用了 然後補一點油,就可以加蝦炒2-3分鐘 我習慣就是每一面煎一分鐘 最後炒多幾十秒,就可以上碟備用了 然後再補一點油,然後放洋蔥炒1分鐘 之後就加上腰果,再煎炒1分鐘 如果腰果是之前已經炸過或者烘過的 可以遲一點加也可以,不用太早加 之後可以放一些青紅燈籠椒和蒜蓉去炒1分鐘 之後就可以加入剛才調好的鳳梨炒飯的醬汁 然後加好之後就快手繞一繞它們 先讓椰糖徹底溶化,但是快手繞,因為很容易焦 繞兩繞之後,隨即加入白飯,然後就炒均勻 你看到飯如果一塊塊的話,就輕輕用鍋鏟去 輕輕壓它們,就不是壓殺它們 將那些一球的飯壓散去,然後就炒 輕輕壓一下,又炒一下,輕輕壓一下又炒一下 這樣重覆炒到飯粒粒分明為止 炒法除了粒粒分明之餘,還會令到醬汁完全融入飯 之後就可以加回剛才的泰式臘腸,蛋和蝦 再炒均勻 之後就可以加入鳳梨肉,兜它們幾十秒 鳳梨肉不用太早下,在最後下就差不多了 然後在最後這個時候,就在鍋邊沾些生抽,大約兩湯匙 然後快手炒均勻就完成了 所以之前的醬汁不用調到太鹹 因為在這個時候,我會加兩湯匙的生抽 在鍋邊上,又香,又拌勻它們 又再給它們多一點味 炒飯的味道就剛剛好了,鳳梨炒飯也完成了 然後將炒飯放在之前做的鳳梨船上 再加兩條芫荽擺面裝飾就完成了 你喜歡的可以加上提子乾和肉鬆 但兩人食材我都一般的,所以我沒有加到 這次分享差不多了,喜歡的請訂閱我的youtube,按鈴鐺 還有讚好我的facebook,或者追蹤我的IG,還有miv 多謝大家,拜拜!